由中影公司董事长拉培康率领的中国数十家电影公司的高管 与美国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的CEO 一同参加中美电影节中美电影合作高峰论坛 中美电影人交流研讨 共同展望中美电影合作的美好愿景 请看现场报道 由美国英雄传媒 中国电影海外退款公司共同主办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管店总局支持 美国电影协会协办的 第十届中美电影节中美电影合作高峰论坛 11月3日在洛杉矶好莱坞盛大举行 中美电影节主席苏彦涛 共同主席安德鲁摩根 中影公司董事长拉培康 中国电影海外退款公司负责人古国庆 美国电影协会亚太区总监爱丽莎 作为中美电影论坛的影言人 在会中分别发言 他们认为中美电影节为中美电影的合作交流 搭建了一个平台 中美电影强强联手 将奠定和改变世界电影的格局 尽管中美之间文化架构 文化理念有差异 但是中美这两个电影大国通过电影来友好合作 必将推动中美电影乃至世界电影的蓬勃发展 也更好的来促进中美关系的友好发展 今年中美合作高峰论坛的主题为中美电影合作的今天与未来 由中美电影主席苏彦涛 共同主席安德鲁摩根来当任论坛的主持人 论坛奉两个当员 邀请中美电影人上台颤谈各自的观点 研讨中美电影合作发展与愿景 中美电影人就中美电影合作中的新媒体 新投入新世代 如何突破中美电影合作中的瓶颈 中国电影如何在中美电影合作中进入国际市场 美国电影如何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 中美电影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在合作电影中如何从文化点缀到文化呈现 如何将东西文化融合在电影作品中等议题 侃侃而谈 见解都道 如何仍是对未来中美电影的合作与发展 充满信心和期待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 洛杉矶采访报道